在人類的戰爭史上面 武器是不斷的在演進 但是有一種武器呢 讓人類死了上百萬人 而這種武器呢 是最簡單的操作武器 這種武器叫做機關槍 立剛你記不記得 有個大帥哥 Tom Cruise演了一部電影 叫末代武士 有 他到最後的關頭 他跟Tom Cruise跟渡邊謙 兩個人就拿了武士刀 就衝 騎著馬衝向敵人 結果敵人是用機關槍 直接掃射 結果所有的全部沒有辦法姓名 那當Tom Cruise就受重傷 但是活下來 所以你就知道那個機關槍 如果是冷兵技時代 根本沒有辦法對抗 拿什麼刀劍什麼 甚至一般的步槍 你都完全不知道要對手 你想想看你大規模作戰的時候 步兵技術往前衝 碰到機關槍 你完全束手無策 你完全完蛋 而且馬克星機槍的 每分鐘時速 就是子彈數可以到600發 那個非常恐怖 這麼快 那我們會想說 這個馬克星機槍到底是誰發的 那實際上馬克星呢 是馬克星博士發明 當然就是這個人發明啊 那這個馬克星爵士呢 到1884年的時候 有一天他去打獵 打獵的時候 就拿那個 那個槍去打獵 獵槍 你一槍打下去 單發的啊 對單發的 蹦一槍打下去 不是有後座力 打到會痛啊 他會痛 一般人會痛 你就揉揉就算了 對不對 可是馬克星博士不是喔 記不記得以前的槍是這樣 打一發然後退殼 我要重新再搬板機 對啊 再搬板機 可是如果說 我能夠把這個後座力應用過來 讓他直接退彈 然後直接上堂 你說那個後座力 讓這個機制 輪圍這樣 那這樣子彈不就可以連發出來了嗎 馬克星博士 他就是父親南非 你知道南非那邊有個祖魯帝國 那那個時候呢 英軍那時候進去的時候 帶了一萬三千大軍 聽起來好像很多 可是實際上 已經有八千兩百個人 是非洲人 他們是負責搬東西的 那剩下的五千人裡頭 其實很大一部分 是一些隨行的 什麼牧師啊 醫生啊 因為英軍被 稱為是世界第一流的陸軍啊 我怕什麼那種 祖魯人只會 毛啊 只會拿毛啊 長毛啊 盾啊 這些東西 哪可能是我們的對手 所以一去就很囂張 結果英軍指揮官 一開始就犯了錯誤 他在一個空曠的這種平原上面 直接帶來部隊 也沒有做很嚴密的防守雜役 結果你知道他遇上多少 祖魯軍隊嗎 多少 遇到四萬祖魯軍隊 兩千人遇上四萬 那慘了 你子彈打光了 人都還打 敵人還在啊 那祖魯戰士又非常勇猛 他們把盾 就結合成方正的隊形 然後就往前衝 你蹦蹦一槍打下去 第一個你穿過盾牌 再打到我 可能我受傷了 可能我倒下 可是我後面人馬上跟著上 就這樣往前這樣推進 結果到後來 英軍防艦終於被攻破 大概一千六百多人死上 然後一千 所以英軍敗給祖魯人了 英軍敗掉 然後一千支步槍被哺辱 然後那個子彈 大概五十萬發被他繳獲 所以也就是說 祖魯人現在擁有步槍 又擁有子彈了 我跟你講 當時真的是跌破 全世界所有專家的眼鏡 祖魯這麼落後的國家 你英軍怎麼會打敗給他 到後來到1893年的時候 這個時候英軍終於知道 我可以用馬克慶機槍 你知道這時候 五十名英軍 對上五千名祖魯戰士 那你想想看 相差一百倍 你要以寡敵眾 不容易 基本上不太可能 結果你知道這場戰爭的結果是什麼 結果是什麼 結果是 因為英軍擁有四艇馬克慶機槍 結果他們就在一個山頭守住了 五千個祖魯戰士跟他圍攻 結果到最後是三千多名祖魯戰士死亡 祖魯戰士死了這麼多人 英軍幾乎沒有受損 結果就靠著四艇馬克慶機槍 他就守住了整個山頭 那你就知道這個威力 非常非常的可怕 那這樣子在未來的戰場上面 這機槍就變成一個 很重要的關鍵武器了 剛剛這個是1893年 然後很快就到1904年 發生一個很重要的戰爭 叫什麼 日二戰爭 日軍那時候不是要攻203高地嗎 當時其中有個南山戰役 那時候 那時候 俄軍已經有馬克慶機槍 可是日軍沒有 日軍有了 他也有機槍 但是很爛的機槍 結果呢 日軍就往前衝 就悶頭王年中不知道馬克慶機槍有多厲害 結果他南山戰役一天回報 那一天日軍陣亡4400人 陣亡這麼多 然後結果日軍的軍部一看 你這數字是不是寫錯了 應該是440人吧 你是不是多寫一個零 因為他們以前從來沒有一天之中 傷亡這麼多 結果後來整個203高地的爭奪戰 光是這個高地 日軍傷亡9萬人 光是203 日軍9萬 你知道當時乃木西典去視察前線 他是指揮官嘛 乃木西典大將 結果他死規範 聽到衝風號一響起 日軍本來都趴在那邊 再兩種衝風號一響起 日軍的精神 大家猛力往前衝啊 絕對不怕死的啊 結果不是 前線居然沒反應 大家都沒衝 完全進步了 對 為什麼 不敢衝了嗎 南無西人就很生氣啊 為什麼他們都不衝風 為什麼不敢衝了 要抗命了嗎 那個前線指揮官說 報告大將 不好意思 他們全部陣亡 已經全部都被馬克星機槍打死 9萬人 對 全部躺在那邊 都沒有辦法動 整個戰場是雪流成河 是 你知道當時日軍是陳建制的 一個連一個連 這樣被殲滅掉 這個非常可怕 但是完全沒辦法抵抗 就是馬克星機槍 是 後來有人就說啊 馬克星機槍的出現 改變了整個人類的歷史 為什麼 因為在以前的作戰方式 都是大家 列成方正 或列成線型 大家往前衝 然後拿槍互相射擊 可是以後這個戰法 完全不管用 因為你這樣根本是 白白送死 你絕對打不贏對方 所以機槍真的改變 人類所有的戰爭歷史 在戰爭武器上面 機槍是一個關鍵性的武器 但是在今天台灣股市裡面 誰是關鍵 今天是台積電是關鍵 但是明年的時候 台灣的半導體 將面臨生死存亡之秋 為什麼呢 休息一下 來揭秘 來揭秘